药怎么没有用 你们以为 我在萧家 在嘉南学院都是白过的吗 薛儿妹妹 谁啊 我知道你刚才没吃好 让厨房重新给你做了一份 我不饿 我要睡了 刚才我俩 被爷爷骂了一顿 说不该在你刚回来的时候 就提成亲的事 你看 天威和我来给你道歉了 你要不接受我们的道歉 我们就不走了 我原谅你们了 把东西放下走吧 来 进来 这小俗肉 是我看着厨房做的 用料精细 尝一口 太腻了 不想吃 我保证 你吃上一口 绝对想吃第二口 来 怎么样 还行吗 你探探你的斗气 还提得上来不 每三六 Glen 言 ser 应该打入 几乎都系 不哲 在弱子上 事长不哲 然你能得们 那么不知好歹 屡次把我的真心当成愤怒 就知道硝烟哥哥成硝烟哥哥短的 是谁许诺你们的 不应该都要服从龙母吗 就是一个比龙母更强的人 魂殿 等你成了我的人 我也许会告诉你 我也会告诉你的 咱们的轩儿妹妹真的是美 什么是咱们的轩儿 那是我的轩儿 滚蛋 龙母不会回来吧 三叔一直说要找他 不是 整得我小心肝一颤一颤的 过了今晚轩儿就是我的人了 这可是龙母唯一的继承人 我是他丈夫 就算龙母回来了 东龙岛龙主的位置还是我的 更何况答应咱们的人 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要不是他 龙母也不会消失那么久 参见龙主 免礼 等我当上了龙主 把三叔的位置封给你 你就是大元帅 等嘞 话还没说完呢 是谁带你们的啊 这么厉害 我还想听听呢 药怎么没有用 你们以为 我在萧家 在嘉南学院都是白过的吗 萧家可是药材世家 银成炼药室大会我都参加过 区区散气丹 还想弄晕我啊 论理你们两个是我哥哥 竟然有如此龙龙的想法 那我现在就让你们 知道知道我萧薛儿的厉害 我 我的命珠 你告诉我 龙母在哪儿 龙母在雷电山谷 我 雷电山谷在哪儿 四岛之外的一个孤岛 中年遍布雷电 是谷族的禁地 龙母为什么会在那里 是那个人带她去的吗 我不能说 说了我会没命的 你现在不说 一样也会没命 她是魂殿的使者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碰到她的 是犯牢吗 你怎么知道 好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跟爷爷说的 但你们对我做的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原谅 我 吓死你 我吓死你